接下来看到是基本工资的部分 已经确定将会从明年的1月开始要调涨了 好 这一回呢 我们告诉大家月薪的部分呢 从月薪的部分将会调高到25250块钱 时薪的部分从原摆了160元调涨到了168 算一算这个涨幅大概是来到了5.21% 但是其实立刻引发了各方的说法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牢房的部分 牢房其实很不满啊 牢房他们的态度是说 去年已经考量到疫情了 大家都已经共体时间了 为什么今年的调幅还是不够高呢 因为在去年其实是史上的最小调幅 只有0.84% 好 资方 资方也有一些意见 资方认为说政府怎么还会在疫情年 因为今年持续也是疫情年嘛 怎么还会在疫情持续冲击到服务业 这些调涨内需产业的时候 依旧是决定基本工资的部分 月薪还有时薪都调涨呢 资方的态度认为说现在并不是调涨的时机 好 我们来看到全国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何语 他的说法是他认为啊 其实政府把这个GDP灌水灌的太严重了 从原本的GDP成长大约是4个百分点快灌到快要6% 灌水很严重怎么说呢 因为他说政府把这三个钱全部都算到了GDP里面 包含了纾困6000多亿 均购2000多亿 政府买疫苗买了400多亿 有将近500亿 民间买疫苗买了100多亿 这些全部都算到了GDP当中 因此才会让GDP灌水灌到了6个百分点成长 而且他说从另外一个数字来看 年轻人失业率很严重 有20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都超过12% 他现在说你这不是让年轻人改成去当 即时的时薪元来取代他们正值吗 所以这一回此方的态度 依旧是反对基本工资调涨幅度这么多的 好 另外还要来看到的就是 这个是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 他说现在这个基本工资调涨幅度是5.21% 那么你军工教也应该要加薪 达到相同的幅度才对呀 同时他喊话说 希望能够降低企业的劳健保负担 而且现在大家很担心 未来是不是所谓的成本 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呢 因为基本工资一旦调涨之后 是不是包含物价也会上涨 那么这份物价上涨的幅度 恐怕早就已经超过基本工资上涨的幅度了 其实是双输的局面 像是人资专家杨宗斌 他也是这么看 他说如果没有实质的购买力的话 没有增加 那么劳资双方恐怕会双输 好 现在呢 大家也在问说 劳动部不是有订定一个最低工资法的草案吗 已经躺在行政院都已经三年多的时间 大家也想要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过 劳团现在态度是希望能够尽速的修法 好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一回基本工资调涨 如果这个涨幅是5.21个百分点来算的话 相当于劳工每个月可以多买15个鸡腿便当 但是尽管如此 刚刚告诉过您 还是不符合劳团期待调涨的8% 而资方他们的说法是 在疫情年涨工资 政府的态度是不是一面的都倒向劳方了呢 明年基本工资调涨 时薪从160元成为168元 月薪原本24000 将会上涨到25250元 调幅5.21% 时薪一共有51.11万名劳工受贿 若每天工作8小时上班20天 打工足一个月可以赚26880元 占1280元 月薪调涨一共有194.28万人受贿 比先前24K多了1250元 一个月都可以多买15个鸡腿便当 调的过低了 最低工资要赶快通过 那大家都没有话讲 要不然蔡总统收的3万块 怎么可能调得到 原本劳团要求月薪至少26K 帐幅要达8% 而公总调查资方接收度 只有3%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 经过4个小时讨论 决定调涨5.21% 基本工资连6年涨 不过帐幅达到5%的 只有2019年涨5% 以及明年2022年 当然反对啊 明年疫情还不知道嘛 最后应该在10月底 我们会把这个配套研议完整 尽管劳动部与经济部强调 将会对受疫情冲击严重产业 尽速拟定配套方案 对企业纾困 但企业大佬完全不买单 雪上加霜 都是政府来自行调整 政府好像是有失功云的 资方认为政府一面倒向牢房 疫情年已营运困难 如今又雪上加霜 对产业影响大 政府想讨好劳工 但资方的怒火恐怕难以平息 记者孝宏如 曹哲人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北市已经有20年历史的 微风国兵影城 现在已经无预警的传出 即将洗灯的消息了 将会在10月25号租约到期之后 就正式撤出 根据了解 目前有7到8家的厂商 有意要接手 而微风广场也低调的表示 评估当中 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这里不会再是电影院了 好 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主计长朱泽民 他日前到了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被立委罗明才问道 你知不知道 现在一碗蚵仔米索到底多少钱啊 好 当场他的回答是20元 此话一出啊 全场立委哗然 朱泽民昨天再到立法院备巡 他会前受访的时候 再度被问到了此事 他这个时候改口说 我没有听到说蚵仔两个字 以为只有面线而已啦 但是却被外界发现 其实他前一天就是回答 蚵仔米索大概只要20元吧 现在朱泽民他又被抓包了 自己根本是在说谎 你知道蚵仔米索现在一碗要多少钱 什么东西 蚵仔米索 蚵仔米索大概20块左右吧 蛤 蚵仔米索大概20块左右吧 蚵仔米索大概20块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知道米嫁 吃蚵仔米索不知道蚵仔米索的价格 现在最没了嘛 35块50块啊 对 那大大小碗啦 吃蚵仔米索 今天那个20块是讲错了 还是说真的是以为20块 你没讲是 你叫少吃小吃 我没有听到那个 这那个不怕的两个字 我以为是只有面线 我没有听到那个 这那个不怕的两个字 我以为是只有面线 谢谢 可是只有这 有来说你不食人间烟火 那这只能听面线20元的意义吗 我不猜 蛤 我和米索大概20块左右吧 好刚刚在聊天室当中 翁铁城就说 20块钱这是你小时候的价钱吧 好 伊比也说20元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好 李孟凡他说没有蚵仔的话 其实20块钱也买不到 好 Muggle则是说这个面线要爆一周了 没有错面线现在是最红的台湾小吃了 好翁铁城他也继续说面线也没有20块钱的 不过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还真的有20元的面线 不过他是青面线 就在哪里呢 现在全台湾的民众都在找到 哪里有卖20块钱的蚵仔蜜萨 有网友就立刻贴出了 在新北市英哥阿文古早味的大肠面线 这小碗的青面线的确只要20块钱 但是老板说啊 其实加了大肠的话要35块钱 如果再加上蚵仔的话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他也说欢迎主记长来光顾 会亲自向他好好说明一下成本 好但是也有业者气呼呼的说 大观一起话现在真的是搞的每天都有客人来问说 老板你到底有没有卖20元的面线呢 好不过这一回是主记长朱泽民 他一句蚵仔蜜萨20块钱 立刻引发了论战 到底还找得到一碗20块钱的蚵仔蜜萨呢 我们的记者就实际走访了卖面线壶的店家 有没有吃过20元的蚵仔蜜 没有呢 从来没吃过 因为我的年纪可能还没到吧 还来不及参加那20元的面线 你第一次吃面线就多少钱 30 35块 那你觉得20块钱的面线买得到吗 买不到 现在都要50几块起跳 你有印象中有吃过20块钱的面线吗 应该没有 小时候就没有了 官员应该不要就是只有在办公室吹冷气 他应该是出来看看人民实际的生活是怎样的状况 因为他会这样回答 我觉得跟实际真的差蛮多的 不知民间其苦啊 我讲不好一听脸的 可能是在不食人间烟火 你没有吃过20块钱的面线 对没有 那你觉得现在20块钱的面线 哪里有可能吃得到 应该找不到 吃米不知道米价啊 就正常就是有料的 对 30 35 35到55 大小碗 20块应该有料应该在30年以上 一碗卖20块钱 你还是卖的有办法卖吗 没办法 现在原物略都涨了 20块钱大概是几年前的价值 我不知道他几年前 但是我没卖过就对了啦 你卖的时候一碗就卖了 我卖的时候就40块了 那20块钱买得到清面线吗 20块吗 嗯 因为我们现在一碗是30 对对 我们也有8年没有调涨了 可能他很久没有买了吧 你有卖过20元一碗的价值吗 20元25年前就没有了 25年前就30了 请你卖一碗20元的额要面线 里面有放额要吗 两颗可以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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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